大家好 那咱们普通人 怎么保护自己的心脏呢 请记住这三招 先说第一招 吃得好 吃得好 说的可不是大鱼大肉 而是说要控制食量 选择优质蛋白 多吃全穀物和果蔬 限制不健康的脂肪和盐的摄入 第二招呢 动得多 心脏也是一块肌肉 得锻炼才行 才能健康 每周搞点有氧运动 跑跑步 游游泳 踢踢球啥的 就能降低血压 调整胆部份水平 减肥 还能让你心情愉快 对心血管有益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和心脏病协会都说了 每周得动个150分钟左右 或者是每天30分钟 你看 运动对心脏的好处多大呀 能把心脏的风险降低到一半呢 第三招 还记得心脑连接的事吗 长期的压力 负面情绪可不行 会损害心脏的健康 搞得心率不齐 所以得放松点 积极点 要是不行 那就来点冥想 瑜伽 太极啥的 调整一下心脏的节奏和功能 就像给心脏请个假 让他也享受点慢生活 小结一下 心脏保卫战 请记住这三招 吃的好 动的多 心情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